這個老沈這個單株抗體是怎樣 因為貴不給人家用還是怎樣 一劑一千美金 而且好像不是一劑 有時候用兩三劑 不是 因為國家付錢的 有像全民健保的 他不能說毫無限制的都用 因為這個criteria 這個界限很難畫得清楚 那我必須講 因為他是用過這個單株抗體 而且活過來了 所以他現在就講得好像神一樣 現在問題是這樣 你得到這個病以後 進入了重症病房 大概就是說 如果你的病毒的濃度非常高 而這個還繼續那麼高 他不下來 這個單株抗體有用 但是如果已經不是病毒的問題 而是這個病毒所造成的 心肺功能的傷害 已經到你沒辦法復起 而且你心臟也衰竭 這時候你單株抗體下去 就是不對證了 就是還是會死亡 要不然我們現在死亡的case 還是每天都有 每個人都給單株抗體 不就沒事了嗎 他不給啊 不是這樣 他是說 我看當時的說明是 輕中症給單株抗體 可以防重症 那如果你變成重症了 就沒用了嘛 所以到底什麼時候給 什麼時候不給 聽說是有用了 只是就貴 那你健保這個標準 到底對不對 可能醫生們要討論了 這也不是我們在這邊看 醫生們可能要討論了 你反正在治好 總是比較好嘛 死了變成重症了 可能你醫療的負擔 還不只什麼一千美金兩千美金 可能更多 住到交貨病房 在那邊躺躺 什麼業客我們用 搞了個半天 一住住給你住 二三十天 有好幾個月的 那個花了多少醫療費用 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五月疫情大爆發 發現超前不足 為什麼是一個謊話 有三樣東西不足 第一個這個病房不足 第二個醫療器材不足 第三個用的藥不足 我所瞭解 你用單株抗體的這種藥 要衛福部食藥署同意 或者就是指揮中心那邊同意 要到那麼高的層級 王仁賢醫師剛才講的一件事 我們大家都知道 屏東發生的這個 反而發生的這個 要什麼要給什麼要 還有屏東所有人通通打疫苗 新北呢台北呢 要到衛福部這種成績來審核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有台北跟新北有舉例像 我們講的萬華或者是什麼什麼什麼 哪個三重或者板像 有全部去施打疫苗嗎 沒有嘛 很顯然 很顯然 第一個超前部署 以前通通是講的是鬼話 是說是謊話 第二件事情 從屏東跟雙北的案子來看 你說這個沒有藍綠之分嗎 人民都看在眼裡 我們這索混總共花了8400億 你這個就算這個單豬用這個 這個藥很貴 一顆一千 聽說一顆一千塊美金 我跟你講 當你的死亡人數下降 全國老百姓就不會那麼恐慌 你得病 如果說你像一般的 一般的什麼什麼流感一樣 得了死亡率不會那麼高 至少比 跟那個流感的死亡率差不多 大家不會害怕 這個我們台灣自從5月份得了以後 死亡率高達5.5% 大家會不會怕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